原标题 别以为美军装备技术样样领先 在这一领域一直落后于中俄还追不上也许在人们的印象当中 美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处于领先的状态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别以为美军装备技术样样领先 在许多领域也一样处在被别人甩开的境地中 其中之一就是反舰导弹技术 在这一领域 美国不仅一直落后于中俄还处于追不上的状态中 雨差那么没海军反舰能力到底啥样 如果简单一点说 美军长期依赖非制造炸弹对抗军舰 反舰导弹技术落后于中俄一大截 这不是什么传说 而是事实 只要搬开资料的话 我们会发现美军对反舰导弹的重视度非常低 美军装备的第一款反舰导弹 竟然是1978年才服役的雨差事 这已经比别人晚了20年 而且这款导弹原本打算用于浮出水面的潜艇 直到1967年中东战争的影响 美军才想到需要一款真正的反舰导弹 雨差也许这时有人说了 美国不积极的发展反舰导弹 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具备反舰的功能 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美军舰艇标配的标准二分之一防空导弹 确实可以打击水面目标 但是其采用的属于普遍是战斗部 而不是穿甲战斗部 故而只能对付轻型舰艇 对于大中型舰艇类力严重不足 我们的英机12可不落物如此一来 美军的主要反舰手段 就是各类空射武器 长期处于逼飞行员采用 完命式战术在对方防空导弹射程中 发动攻击 乱射程最近的当属AGM-65小牛空地导弹 可是受制导方式限制 一共三类制导头 电视制导 半主动机光 红外制导 前两者需要在机引导 在机在发射导弹后 即不能在发射后 马上脱离 也不能进行弹过再机动 等于成了稳定的板子 只有红外制导才能做到发射后不管 可惜入役时间太晚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了 那时 射程一百公里以上的远程舰空导弹 已经普及 小牛导弹处境干扎了 防空导弹能反见 不用小牛导弹 还有各式制导炸弹 可惜仍受制导方式的限制 等于逼在机往窗口上撞 只有白星眼制导炸弹 可以发射后不管 但是制导炸弹的通病为 无动力 射程有限 发射之前 就已经进入对方的舰空导弹射程了 这样原本对付防空导弹的反辐射雷达 可能会安全一点 可惜其攻击方式是追踪雷达信号 本身就有不少限制 军舰本身就是机动目标 又安装多种不同的雷达 工作波段等都不一样 加装电子对操系统 甚至上雷达交替开机 都可能给它带来麻烦 小牛导弹最后就是飞制导航弹 便宜 达足 也最威胁了 当然了 美军不重视也是有原因 没有对手可以与自己在海上进行决战 气壁有限的手段也是完全够用的 不都知道2010年左右也没有什么改观 鱼叉导弹依然是 绝对的主运型号 后来美军总算意识到问题了 可惜简单有限 尚没有全面入义 如今谈什么超越中俄依然不现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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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